当然随人版它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零五件嘛 所以说基本上你原件的部分 越耐热它就越保险 所以对于高阶的可以耐高温的固块电容 它的需求量就整个拉升上 它本身绝大部分的产品线 就是在PC相关 所以当它在PC这块的比重最高 社会AI的部分成长性也最大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台股经过一个周末回来 今天可以说跌的比例年总 指数的部分最多跌428点 那目前我们录影的时间12点59分 大概今天1点 跌点大概425分 离今天最低点差不多就来这边 所以今天算是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拉回 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 因为美股在礼拜五股票来说都是回档 然后台电的ADI也回 那NVIDIA的股价也回 NVIDIA的市值从一度登上全球第一名 现在又落居第三名 最后微软跟Apple 其实涨多一定都会稍微修正整理一下 我想这个也没什么奇怪 那台电的部分今天是跌了30块 那每一块钱大概至少贡献超过8点以上 所以光今天台电就让指数跌了超过240点 应该是超过250、260 然后其他的几位大哥 比如说鸿海 今天也是跌不少 广达今天也一样 研发科今天也跌很多 所以光这四位大哥 在上个礼拜推的指数从21,000超过22,000 一路冲到快要接近23,000 就当他们一起回档的时候 指数当然就一起拉回 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涨多的回档的一个正常现象 我认为大家也不用太过紧张 不过就短线经济涨的走势是连续8根红棒 那今天被中断了 所以在回档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快 就会再重新高 但我的解读是它并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过去这一个多礼拜都是那几位大哥在涨 其实中小型的股票 你说跟的真的有跟上这一波 从21,500点不到 涨到23,400多点 这个涨到大概900点 真的有跟到的股票其实真的并不多 所以当指数被这几个大哥一路拱到快要23,000多点 接近24,000点的时候 那稍微回档 把整个指数空间稍微腾一些出来 不是一件坏事 那才会有更多的中小型的股票空间更大 回档整理过了 或者新的题材到了 它就已经会来一波新的行情 所以指数的回档 大型股的回档 它反而是中小型股的机会 所以这个礼拜我们会蛮积极的去布局一些新题材中小型股票 带着大家一档一档来做操作 那经济科早上一度是回到388.5 盘中翻红到407 那本来地档买盘都买上去了啦 那很可惜就是说尾盘大盘又往下傻 所以翻红之后又压回小迪5块钱 大概跌个1%多啦 那在我看来这个都是就是一个亮缩的横盘的整理 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 那我看好64美元的处理器的权益金将会持续做一个入账 这一块5月份营收 我3500亿跳到6900亿 这一块就是这个营收的贡献 那大概6月份应该还有 还有陆续的入账 所以营收我认为是乐观的 那PCIE的案子呢 因为已经都签约了嘛 也是等钱入账 所以我就说其实最重要的不是说签约啦 约都可以签 钱没有收到都是假的 只有钱收到 人家才会真的帮你开启后续的所谓的设计的工程 那也只有你钱付了 人家后面照那个工程进度 那后面才会持续的入账 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等钱入账 一旦入账 它就是股价最大利多 入账之后不只是要挑战471块的这波高点 我相信历史的高点615 都很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所以金星科我们现阶段就是持股续报 我也没有要加码 那我也告诉你 我看好的就是PCIE的这个部分 只要这个部分钱进来 股价就要挑战新高 所以这边就是持股续报等待力多的一个实现 那另外一档心理的部分就持续买进 礼拜五盘中买 大概在7677附近吧 最高冲到82块 那今天水位大盘拉回过程 在第一档76块一再做一次买进 就礼拜五是买完拉上去 那今天回来回到成本附近再做一个买进 那像股价回到大概75块多 这因为盘市跌了430点 今天拉回都正常 但就趁着拉回在盘下做一个买进 我相信即便今天不赚 但是你只要把你的成本压低 趁着回当买强势股 你会发现过两天资金一回来 一下就大赚 一下就大赚 然后主要是因为他在上个月拿到日本新创AI公司的权利 这个ASIC的一个订单 就代表整个神论集团 跟随台积电在日本雄本设厂 那台积电的设厂在日本其实引发了蛮大的一个效益 因为过去日本只有一些不是很先进的IDM厂 那个都已经制程落后很多了 当台端最强的全球最强台积电去那边设厂之后 他们就等同拿到进水楼台的最先进的制程 所以过去日本的半导体 其实他们在自主开发晶片的一个 那种态度上是非常的消极的 比如说像Sony有时候某一些晶片可能 一两年两三年他才换一次 但是当台电来了 他的态度都不一样 因为进水楼台嘛 整个研发资源 晶圆厂的代工资源都在这边 他们就把一些晶片的自主研发的 这个频率拉高时间缩短 就带动非常大的委托设计的业务 他呈现大幅度的成长 那神圳集团呢 他其实他深耕日本跟韩国 心领他就深耕日本市场 所以这一次是率先拿到日本 新创AI公司的ASIC订单 那他具备一个蛮重要的指标性 就像我常常在讲 你跟着台电发打财 台电去哪边设厂 那边就会有一个生态系的行程 生态系的行程就会有商机嘛 那心领已经先抢到第一笔 后面明年当然就会有更多 只要跟着台电的脚步走 后面我认为都会非常的好 那这笔新的ASIC订单 预计权力金应该6月份可以看得到 所以营收也会有一个 蛮不错的成长的机会 那台电的熊门厂 未来还有这个二厂三厂要盖 所以日本的整个半导体产业这一块 它的那个动能是看得到的 这个柄就在那一边 所以跟着台电会发大财 那当初的安国在一下星河半导体的时候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是买 我去年11月买55还是56块 也是因为跨入ASIC 一波涨到218 那一波我们的会员都是赚了超过一倍的上 那现在我认为它有机会就轮到心底 所以这一波你会发现就是 神盾安国都不强 其实它5月份营收都不错 但是有时候股票就是这样子 你炒过的 你有时候要休息一段时间 等到一个比较新颖的题材再度出现的时候 会有一个新的动能会再来一波 那这个时候呢 没有炒过的相对有机会 因为之前心里就说要跨入ASIC 但是只闻楼梯小 所以涨到99.5元又打回下 就打下去几乎又跌了一半 那这一波这个ASIC订单真的实现 它有没有可能跟安国当初一样从56块涨到218 不要说那么多 从现在这个位置涨一倍 其实空间都还很大 所以IP股的部分这一波神盾集团 我们锁定的就不是神盾跟安国 这一次我们是以心顶为主 因为它是全新跨入ASIC 打入日本市场的这一次的神盾集团指标股 我认为这一次是相对有机会的 然后提价股的琴雅 老盘最高来到45.45元涨3.4% 尾盘大盘因为跌420点 所以涨幅稍微收敛 要回到平凡附近 相对跌400点 可以称在平凡附近的 或者只是小跌小涨的都是强势股 那它是独家代理三星的HBM高频道的记忆体 这个就是用在ASIC之上 那美光在之前就很明白表示说 目前HBM的这个产能是严重不足 所以它也预计要大幅度的扩产 那现在通过MBR认证就两家 一个叫做美光 一个叫做海力士 但过去在记忆体这一个区块 全球农统厂商长期以来一直都是散售 它只是说暂时在HBM这一块 它比较落后 还没通过MBR认证 但是持续在认证当中 我相信这个是不会有问题的 因为这一块它本来就是强大的 你说晶圆代工 它打不赢台积电情有可远 但是说记忆体的技术 它打不赢美光跟海力士 我认为只是暂时的落后而已 要通过认证早晚的事情 那秦雅的老板跟三星的老板 其实它本来就是有阴亲的关系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见语说 肥水不落外人田 自己人的公司业绩当然要照顾一下 所以它今天可以拿到 三星的HBM的独家代理商 当然也是有这一层关系 那当下半年整个HBM的记忆体 整个大麦通不应求的时候 它的独家代理的这块业务就会大成长 那它也新增了ASIC的一个部分的新的业务 那这一块业务它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单纯的带投片 比如说我的客户 他有一些金面想要去找三星做投片 中间就经过秦雅的代理 去跟三星谈投片的条件 因为秦雅跟三星的合作关系好 那本身就是亲戚关系嘛 那单纯的带投片那利润不高 可能毛利率就几% 但营收看得到 那固定的毛利率 就会带来一个稳定的获利 这是一个新增的业务 所以这是一个区块 那另外当然ASIC的部分 它也会有帮客户委托设计 也有设计的业务 它也有这个能力 所以会先以带投片为主 再来会加入设计的业务 那这块毛利率就很高 所以下半年会先看到的是 带投片的部分 跟代理三星的这个GPM的记忆体 估计将带东进的 获率上该4块钱 那现在的股价来说 大概44块钱 本元比只有11倍 那就像大家看到的AR的部分 本元比都已经至少超过20倍 30倍40倍50倍60倍的都有了 那11倍的真的非常便宜 我认为20倍才做合理 才做合理 所以11倍到20倍 其实隐含空间都接近要翻倍 所以这个我相信可以在今天大盘 跌400多点的时候 股价可以撑在平板附近的 只要行情从23400点回档到 比如说23000之下 稍微量缩整理一下 把空间腾出来 这些相对强势的重要型股票 前一轮进去股价就会飙 因为后面题材都非常的强势 然后升权 今天也是逆势维持一个小涨 然后尾盘稍微压回 这是大盘因素 但今天可以维持在平板附近小涨 或者小小滴的 都是最强势的 这次的分盘要到6月28号 人家分盘10天 它是分盘要12天 所以会比较久一点 那就是持股就是耐心等待 那是创高64块 拉回今天第三天 股价已经亮缩 呈现一个小涨的走势 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卖压 那期待就是说8月份 重店相关的MCU 只要一个拉货 这部分的毛利率 比既有毛利率可能超过 接近快一倍 那对于营收贡献度 可能也会超过现阶段的 其他的产品线 所以到8月份 9月份或者到第四季 maybe营收成长一倍 那是有机会看得到的 当然就是说分盘交易 高档量缩 大盘也回档 我们这边就是持股续报 就耐心等待 后续的力度做一个发酵 然后上个礼拜 礼拜五的时候 我们就布局一档 GP200的新标股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GP200新标股 那当天买进的时候 是158块 当天是收涨停板 现买现赚大概有半根左右 现买现赚 然后今天早上涨6.8% 冲高到173块半 然后才随大盘 现在稍微做压回 6449的玉邦 那他是做什么 他是做固态电容的 被动元件的供应上 那你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 去买被动元件呢 第一个就是说大摩 应该是大摩不是小摩 他在这两天刚好调高的国具 2327的国具 今天也是呈现个小涨 那股价来到772块的一个波段的新高 而且短线呈现12345678 就是连续8根的红可以吧 那中间有一根是十字线 但连续8天都是熟 那大摩调高目标要加到900美元 900台币 那现在的今天最高价是772 是创了好几年的一个新高 那大摩看我的理由 就是因为AI驱动了 新的一个成长的动能 当然包含被动元件啊 抱歉包含工业用的 或者是车用的或者PC用的 整个需求都拉升上来 但AI也驱动了新的需求 所以他们就上修目标价 国具到900块 股价也一路的创新高 那这个是龙头指标啊 他就跟连巴克一样是龙头指标 当他们涨上来之后 他会对族群 会有一个蛮大的带动的效果 好 那回到为什么 我们上个礼拜要买育邦 为什么买完之后 可以涨停满今天再创新稿 一来公司的法说 他有提到说 AI伺服器的部分 还是股东会提到的 去年的年成长的部分 订单年成长 在AI伺服器这块 去年是接近四成大概37% 那今年大概上半年左右 也是接近四成 所以每年是成长四成 比其他产品的成长幅度 要大的相当多 所以这一块成长幅度相当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他做的叫做固态电容 那其实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去上网查看 就是说固态电容 他的一个特色 他是耐高温 那为什么说 这个部分非常重要 耐高温的这个特色 因为AI的GPU的处理器 它运算的速度越来越快 它产生一个高热的问题 所以才需要水冷的一个散热 当然水冷板 它没有办法涵盖所有的零五件 所以说基本上 你原件的部分 越耐热 它就越保险 所以对于高阶的固态电容 可以耐高温的固态电容 它的需求量就整个拉升上来 那玉邦它本身绝大部分的产品线 就是在PC相关 那AI伺服器 其实它的架构就是PC架构的再升级 所以用到零五件跟PC的零五件 其实差异不多少 但是就是一个规格的再升级 所以当它在PC这一块的比重最高 社会AI的部分成长性也最大 那有些电容 因为耐高温 所以订单就很多 而且在五月份 又确认拿到GB200的新的订单 这一块上半年没有 预计大概比如说六月份可能还没有 大概比如说七八月份陆续就要出货 而且今天我得到最新的数字是 整个GB200今年的伺服器的出货量 应该上修大概一万台 今年出货量上修一万台GB200的伺服器 所以对于里面的原件的需求量 就非常非常大嘛 所以当然隋润也受惠 CCL也受惠 很多零主件都受惠 但是问题是那些股票它涨 它涨过了嘛 那我常常讲说 资金就是一个轮动 那为什么贝隆建人这边有机会 因为随人涨过现在在休息 所以后面有新的利多 你要等它整理完 贝隆建人它不算真的涨过 所以这是一个新的提醒 而且目前固态电容部分 据我了解就是玉邦 他真的独家拿到GB200的一个订单 独家通过认证拿下订单 下半年出乎会整个大爆发出来 所以是好上加好 那批息比方最高 所以未来AIPC整个商机爆发的时候呢 它会井上再添花 去年赚3.73 今年有机会赚到7块钱 明年上加14块 也就是说今年跟明年 几乎是年年翻倍 那有这么高成长性的 一般来说本币都是最高的 20 30倍 30倍 这个都是有机会的 所以假设今年7块 明年14块 光是抓20倍的话 现在股价最高来到170 股价都还有很大的空间 所以我今天盘中文章 我就说被动轮件 它开始成为新主流 它加入一个轮动 因为AI推升的新的需求 这个就是这个礼拜 我们布局的其中一个最新的重点 当然不止啦 除了育邦之外 明天我还有新的 新品标的要买进 但是我今天没有办法跟你预告 因为我们都还没买 现在投资本很厉害 看到一个影子 都猜得到是什么股票 所以我只要给你线索 很多人就会知道说 那个是什么股票 那我还没买的 我就不能跟你线索 我只能跟你预告说 在育邦之后 礼拜五涨停满 今天创了一个173.5元的新高之后 明天还有新的标的要做进场 所以想要跟着一起来买的 就赶快喊声 快划声 然后 明显LINE的ID是 小小鼠 小S168178 一路发一起发 小小鼠 小S168178 只要在你的LINE里面 搜寻这个ID 就可以找到我的LINE的官方帐号 除了每天盘中11点多 我固定会有一篇文章 告诉你当天即时的看法 还有一些股票的一些追踪 以及新的股票的 都会写在里面 对你即时操作 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之外 那只要输入ID 小小鼠小S168178 加入我的LINE官方帐号的 那不管新旧朋友留言 168加178加手机 今天最新的好康福利 只要加入 并留言168178加手机的 就有索码标股会员 额外三个月的会期的福利 会期大放送 好 把握机会吧 祝大家收信 明明再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